随着时代的进步及社会的发展 我们已经来到了机械化时代 想比较几十年前 人类的国防装备 现在只能用华丽两个字来形容 在二战中 高型武器装备的能力 已经展现的淋漓尽致 装备更为先进的美国 虽然被日本偷袭了珍珠港 但是立刻可以组织兵力 在太平洋反推回来 原因也很简单 美国拥有比日本更为先进的航母和潜艇 潜艇作为新时代海军的代表作 确实拥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 所以核潜艇也被列为 国家三位一体核打击的核心代表 正所谓上游政策下游对策 随着各国潜艇实力的剧增 各国都在想办法去克制潜艇 在战争中的作用 比如反潜机 就是针对潜艇所研发出的 灭潜利器 那么从客观角度出发 反潜机真的能起到作用吗 据报道 在前不久 由北约海市司令部牵头组织了代号为 活力魔鬼鱼的年度反潜战演习 其中参演过的有 美国 法国 意大利 德国 西班牙 希腊 土耳其 以及比利时 可以看出 北约的核心国 基本都参加了此次演习 值得注意的是 在演习过程中 德军P3C反潜机在空中拍摄到前航的意大利U212A常规动力潜艇 不由的让大家热议 难道反潜机真的能看到潜艇吗 首先在这里要普及一下海水能见深度的尝试 影响海水透明度的是海水中悬浮物质多少决定的 比如 墨西哥湾 地中海 印度洋 都属于透明度较高的海域 而在我国海南岛南部的广大海域 这里的透明度就相对较高 春季的最大透明度可以达到32米 32米的深度 如果潜艇正处于下潜或者潜行的过程中 被肉眼看到 也没什么稀奇的 那么对于现代化战争来说 往往数据比战术还要重要 比如我国潜艇执行任务时 会先测量海水能见度 以此来选择最优的下潜路径 这样也可以做到万无一失 而且潜艇从海面下潜的过程 在整个潜行的时间里占比极少 想要准确的在那个时间里看到对方的潜艇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老板 好 好 好